今天 时事通讯将介绍陈哲源在Gucci活动上的精彩故事 他以非凡的风格和魅力闪耀 同时 我们也发现了赵露丝的优秀油画 被一位艺术家选中参加意大利的展览 让我们沉浸在艺术和娱乐的终极世界中 在一场令人眼前一亮的风格和魅力展示中 陈哲源在深圳的一场古池线下活动中成为焦点 以他无可挑剔的时尚品味和永恒的英俊风采 吸引了众多关注者 这场活动吸引了时尚爱好者和媒体的关注 展示了这位演员对时尚的独特见解 以及他轻松引领众人注目的能力 穿着一件时尚的黑色马甲 搭配清新的短发 陈哲源展现出一种成熟的氛围 他在活动中信不而来 一路上留下一串仰慕者 在照片拍摄时 他迅捷而自信的风度进一步巩固了 他作为时尚偶像的地位 毫不费力地捕捉了古池品牌的精髓 陈哲源今天在路透社发布的活动照片中 展现了演员以多种时尚姿态的形象 凸显了他自然的魅力和不可否认的魅力 这位帅气演员在深圳街头的亮相 引起了愉快的混乱 观众们惊叹于他的英俊氛围和舒适的优雅 在优雅时代 陈哲源的永恒英俊风采 点缀深圳古池活动巧妙捕捉了演员 亮相的持久吸引力 象征着经典魅力和现代风格的完美融合 在古池活动的照片中 展示的不仅是他英俊的外貌 还有他轻松地体现繁荣 时代精神的能力 陈哲源在繁荣时代毫不畏惧地 拥抱自己的形象 真正成为世界上最优雅的贵族 他的超级英俊风采不仅是外表的胜利 更是他无谓地体现繁荣时代精神的象征 在一个迷恋美丽和风格的世界里 他是永恒英俊的真正代表 给深圳古池活动和整个时尚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随着演员在娱乐和时尚行业继续引起轰动 他的吸引力依然不可抗拒 俘获了全球粉丝和仰慕者的心 赵路斯油画被一位艺术家选中参加意大利画展 根据媒体报道 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 受邀前往意大利参加一场大型国际艺术展 他所选的代表作品是年轻著名艺术家 赵路斯的一幅精美油画 这幅画不仅成为展览的亮点 还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画家的油画作品是意大利国际艺术展的亮点 展览组织者的代表分享道 他继续谈到赵路斯作品中的独特和艺术表达的力量 同时将这幅画介绍为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完美结合的杰出之作 传统与现代艺术的卓越融合 画家选择了赵路斯的作品 这个标题清楚地凸显了画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卓越表现 选择赵路斯的作品不仅体现了对艺术深刻理解 更是艺术世界创新与创造力的一大飞跃 油画以其精致和独特的生命力成为世界各地高度评价的审美之一 看到赵路斯的美丽作品也能激发画家灵感 我感到非常高兴 这是共同的成就 一位艺术爱好者在展览中分享 画家的油画作品将赏心悦目之美带到了意大利这个标题 真实地反映了这件艺术品的吸引力 画家的油画作品不仅是一件艺术品 更是一次特别的艺术之旅 使观众不仅能够体验到美的魅力 还能感受到画家对赵路斯油画的热爱和投入 特别的艺术之旅 画家在国际艺术展上传递对赵路斯油画的热爱 这是一种邀请观众更深入了解这个创作过程 情感以及画家对赵路斯油画的热爱的方式 使其成为意大利国际艺术展上备受关注的重要组成部分 吉尔·卡纳乌特即将上演的戏剧和Gucci品牌大使身份 成功地庆祝活动 泰国娱乐界充满了期待 备受瞩目的泰国剧《名门绅士2》 《淑女之心》即将于3月8日首播 由吉尔·卡纳乌特主演 吉尔是备受喜爱的泰国演员 以其魅力和才华而闻名 她目前正享受事业上的欢庆时光 除了新剧之外 还因最近成为著名时尚品牌Gucci的品牌大使 而备受瞩目 《名门绅士2》 《淑女之心》根据备受欢迎的泰国小说 周泰提家族改编 承诺是五位继承人之间充满激情的爱情故事的引人入胜叙述 这部剧分为五个章节 每个章节聚焦于不同的角色和他们的浪漫冒险 在第一章《罗尘》中 吉尔与吉娜 Nina Gina Nina搭档出演 饰演一位首席执行官和一位神秘的女秘书 在丛林冒险中解开诅咒 对于这部剧 粉丝们迫不及待地期待吉尔 在这个独特故事情节中的出色表现 吉尔最近成为Gucci品牌大使 国际上广受认可 这个以奢华和时尚而闻名的时尚品牌 选择吉尔作为其代言人 不仅展示了他时尚前卫的形象 还强调了他在全球范围内的受欢迎程度 这是他品牌身份的重要提升 与吉尔在娱乐行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完美契合 吉尔与Gucci的合作始于2023年3月 当时他成为该品牌的亲密朋友 时光荏苒 如今吉尔已成为Gucci 在泰国的第一位男性品牌大使 这一成就不仅巩固了他作为新兴的地位 还反映了他在时尚界的影响力得到了认可 吉尔能够从演艺事业顺利过渡到高端时尚领域 这证明了他的多才多艺和广泛吸引力 吉尔与粉丝的联系 尤其是在中国 通过他在剧集《爱在心冲破》中的角色 得到了加强 通过见面会等活动 吉尔展示了他亲切的个性 与观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他在中国粉丝中受到的热烈欢迎 进一步凸显了他在国际上不断增长的粉丝基础 对于《名门绅士2》 《淑女之心》的期待不仅限于泰国 全球粉丝们都迫不及待地期待这部剧的首播 吉尔将角色栩栩如生的能力 以及与搭档的荧幕默契一直以来都收到了积极的评价 使他成为该行业备受追捧的演员 最近由他主演的《名门绅士2》 《淑女之心》3月8日即将开播 该剧由泰国小说卓泰提家族的续片改编而来 讲述了关于五大少后代们的爱情故事 整部剧集一共分为五大篇章 Goof将搭档Gina Naina出演该剧的第一篇章 Lortian讲述霸总四少和神秘女秘书 为了解开诅咒阴影 展开了一段丛林冒险的故事 这部剧自从宣布定档以来 就有很多粉丝表达了对这部剧的关注 同时也表示十分期待看到 Goof在剧集中的精彩演绎 除了有新作品要上映外 Goof近日还成为了国际知名品牌 Gucci的品牌大使 Goof此前就一直和Gucci有比较紧密的合作关系 在2023年的3月份就成为了Gucci的品牌之友 这次Goof成为Gucci在泰国签下的首位男性品牌大使 不仅品牌身份升级 也验证了他极高的人气和受欢迎程度 随着粉丝对吉尔即将上映的新剧和庆祝 他成为Gucci品牌大使的新身份的期待 吉尔·卡纳乌特成功地在娱乐和时尚领域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在繁荣的演艺事业和高调品牌合作之间取得平衡的能力 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 魅力和在全球娱乐领域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无论您是从一开始就一直关注吉尔的事业 还是刚刚发现他的作品《名门绅士2》 《淑女之心》的首播将是见证吉尔 卡纳乌特不断发展事业的激动人心时刻 他在演艺事业和时尚品牌大使身份之间的交汇 是对吉尔多面才华和充满希望未来的明亮前景的最好证明